哈喽大家好 我是在岛国的猫 欢迎回来 咱们今天的视频呢 又是一个我的日常vlog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的话 那就接着看下去吧 今天的vlog呢 我会尽量的稍微少说点话 让大家听一听这种日常生活中的声音 那就开始吧 打好鸡蛋之后呢 我就在想 我到底要把这个鸡蛋怎么去做成我的早饭 那我想到的呢 就是先往锅子里面加点黄油 我自己个人呢 非常喜欢吃黄油 同时我最近还买了这个分割 并且收纳黄油用的盒子 真的是太好用了 强烈安利给 喜欢用黄油 但是又觉得每天 从上面割下来一块 特别麻烦的人 这个盒子呢 把200克的黄油 均等的分成了一小块 大概10克的大小 每次使用都特别的方便 而且颜值也很高 这也是重点 关于这个黄油收纳盒 大家可以点击我 专门介绍它的视频 你可以搜索黄油收纳 或者黄油分割 等关键词应该是能找到我的视频的 那么在黄油在锅子里花开的时候呢 我把冰箱里面剩的这个沙拉 拿了出来 用厨房用纸 吸干它上面的水分 放在一边哈 准备备用 但是这实际上是一个不怎么明智的选择 大家待会就能看到 我会因为这些菜叶子们而陷入了一顿苦战 在锅子里面铺上蛋叶后呢 我把这个叶子放在了蛋叶皮的上面 打算呢把这个鸡蛋给裹在叶子的周边 做成一个像蛋包饭一样的形状 可是 这个叶子并没有像我所预料的那样预热而缩掉 反而还是非常的坚定 于是就导致我这个蛋呢 基本上是没有包上去 我这么轻轻的一翻 看我这么一翻 我刚才的努力呢 就全都白费了 所以说 我和它战斗了一会儿之后 最后选择放弃 然而好在哈 当我拿了盘子 然后举起锅 把我这个叶子夹鸡蛋 给翻进盘子里之后 意外的 真的是意外的 我没有料到 它看起来还像是个人样 只能说看起来像是个人样 我就把它满意的放在那边 接着呢 我从烤箱里面拿了出 我的红豆吐司面包 我在红豆吐司面包上面呢 抹了大量的黄油 我自己非常喜欢这样的一个组合 红豆吐司面包本身呢 是甜甜的 但是这个黄油呢 是带有略微的咸味在里面的 所以说在甜面包上面 抹上一些咸咸的黄油 它们这个甜咸搭配在一起 真的是意外的 它真的是非常的搭 然后 我因为真的喜欢这个组合 所以说我还在上面 专独又放了一块黄油 这就是我的早饭 非常的随 吃完早饭之后呢 我花了个妆 在家里看看日剧 然后滚来滚去滚了一个下午之后 晚上呢来到大众海鲜美食 鸡丸水产吃了晚饭 鸡丸水产呢 是一家在日本大多数城市 都有连锁店的海鲜餐馆 那在家餐馆里面呢 我非常非常的推荐大家 来尝一尝试一试 我最喜欢它们家的呢 是烤螃蟹 它呢是蟹黄加上蟹肉混在一起 然后烤的热乎乎的 你就可以把那个蟹黄 然后就是把蟹肉上面裹上 这个蟹黄 然后一口吃进嘴里 特别的鲜 特别的好吃 但是它们家除了像这种烤的以外 大家刚才可能也看到了像 磁身啊之类的其他的水产品 都推荐大家来试一试 好了就这样 拜拜